首次上稿,16点44分更新时间,18点41分。 记者刘庆侯台北报道,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今日经传有人当街持刀人案,彭姓男子下午1时22分走在南京东路三段132号前人行道上,徒遭持刀的男子李姓张砍杀,导致头部、手部、臀部多处刀伤。 经送医疾救后,彭姓目前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调查李南京凶后,当街拦下一辆计程车往松山方向逃逸,随后龙江路附近下车,再找搭第二台计程车往林口方向逃逸。 警方调查李贤是彭南前服务的通讯航客户,两人之间已有手机买卖纠纷,已因为照声获端, 辖管中山分局长安东派出所及侦察队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视器等侦办。 嫌犯李姓张今日下午约五时向林口分局侦察队表明投案意愿, 经林口分局侦察队许队长联系中山分局已于晚间六时左右在五谷区投案, 并带通警方前往林口去作案凶刀后,由中山分局前往林口分局带回李贤接续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